欣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车仪 梅浩洲 在星期五的晚上8点05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又是我梅浩洲 和车仪 在直播室里面 希望和你们一起去经历 今晚嘉宾的无尽欣典 今晚很希望你打电话进来 分享你浪子回头的经历 你可以打电话来 1872112 我们的欣典热线 我们9点后就会接听你的电话 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比喻 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有多不好 天父都会像浪子的爸爸那样 一直守候着我们 等我们回来 回到他的身边 可能你会觉得 你好没用 现在回头 可能已经太迟了 我已经碎到贴了 我的错已经没办法补救了 但很想告诉你 只要你肯 回头的路并不困难 今晚我们一起听听 另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在我们今晚的直播室 有Marvin 你好 Marvin 你好 你好 Marvin就是一个团契里面的导师 其实也很想介绍一下Marvin 在我身边的Marvin 就是一个很健康 很有朝气 可能你在现在欣典时刻的Facebook里面 都会看到他的照片 但是Marvin 你这么健康 但是在之前 你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忆 或者一个经历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从前也是一个过来人 是一个濫药的过来人 从前由西之大 都有吸毒的坏习惯 过去这五六年就改变了 那你后来就去了你现在的机构里面去服事 去做事 那现在你的工作范畴是什么 其实我每一天的工作范畴 就是会和村里面现在戒毒的一群年轻人 去讲解吸毒的祸害 另外我自己也会在团契里面 在帮忙 去重建一座新的大楼 因为我们的教育村 禁毒署 需要我们去筹钱 或者去安排一下 如何找一座新的大楼 让自己去使用 那第三 我其实在过去这五六年 当中的改变里面 其实我是在找自己的一条路 在戒毒里面 如何可以帮到一群年轻人 去找回自己 找一条好的路 让他们慢慢走回一条正的路 那Muffin 你也介绍一下 你现在工作的机构的名字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叫做基督教得生团契 位于西贡 这个机构已经创办了二十三年的时间 其实机构里面 就是去服侍一些吸毒的更新人士 希望他们可以在Camp 在一个优美的环境里面 可以这样说 去戒除自己的毒癮 然后重新上路 可以这样说 其实这样说 优不优美 就见仁见智 其实团契 在我自己来说 或者自己本身的家庭 都挺好的 所以初时进去都很不习惯的 你说环境优不优美 优美的 背山 不过没有面海 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 在一个村里面 在一个山谷底 那个地方是 你见到很多生命在这里 全部都是用树 花 田 这些地方去围住这个村 其实你刚才也说过 你本身就是来自一个很不同的家庭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自己 家里是做珠宝鑽石的 我从小到大 是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 可以这样说 但是小时候读书不厉害 不厉害的时候 也都比较不厉害的 人的性格比较活潑 或者比较不厉害 到在香港读 Form 2 读到 Form 2 是再升不到上去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 送了我去外国 去瑞士读书 跟着去瑞士读完中学 那四年都读得OK的 挺好的 跟着就去美国读大学 在美国的时间 就学识了吸毒 学识了初时 就吃大麻 就当成烟 后期的时候 就更加严重到 吸食很多的河卡因 当初有什么原因 开始令到你去吸食第一口的大麻 其实在大学那段时间 我也有一班朋友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一起玩的 一起在瑞士那边过去 当时我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 有时候出去 我们吃点饭 或者在朋友家玩的时候 我为何闻到这种味道 因为我本身之前有吃烟 但为何闻到这种味道 好像不像烟味 我就问我的朋友 他说大麻 跟烟差不多 你先试试吧 有时候香港工作的关系 就是我自己的律师 有时候上法庭都会接触到 一些吸毒的人士 我想知道 你当时在美国 吸食大麻 我知道有一些州份 好像是不犯法的 那你们当时在波士顿 的情况是如何 波士顿不是那些州份 波士顿是犯法的 但是我想波士顿在一带地方 就比较多学校 多大学在那里 我想也成为一些毒贩的主要中心 你看到你年轻人 好像大麻 都像我以前的朋友那样 好像没什么 好像烟仔 他就在那里贩卖了 那你们的来源 那货源 比如你开始吸第一口的时候 是如何接触到呢 其实我吸第一口就是 我朋友在我朋友家吃饭 接着他们在吃大麻 我问一下 接着他说 给你试一下 就试了第一口 试了第一口 试了第一口 感觉是如何 试第一口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或者那晚又喝完酒 其实人很不舒服 接着咬 咬得很厉害 但是我想我自己的人好奇心强 嗯 之后 不行 要试多一次 接着 再去朋友 隔了一段时间 几天或者一个星期 再去朋友家 你能不能上次的大麻 弄些来试一下 再试下去 原来有多好玩的 嗯 那你就开始了你这个吸毒的旅程 是的 那我们接着回去 再继续去跟Marvin谈谈 谈谈他 前半生的沉淪毒海的经历 希望在当中 都可以给你有一些启示 今天的你会否知道吗 每秒每步我都极难痕 没信心 走你所持的方向 谁知道 这路没有偏差 甚至应许始终不变 唯独每每世事却都改变 幻化中 使我不知方向 幻化中 不知所操求你 看顾 愿他可看书 我原谅 他也曾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只管到昨前 唯要得练书梦 因为 作我 随时的 安慰 今天的你会否知道吗 每秒每步我都极难痕 没信心 走你所持的方向 谁知道 这路没有偏差 甚至应许始终不变 唯独每每每世事却都改变 幻化中 使我不知方向 不知所操求你 看顾 因他可看顾 我原谅 他也曾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只管到昨前 唯要得练书梦 因为 作我 随时的 安慰 是 你 乖 你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五 欣语之声 车宜 梅浩洲 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重新开始 我希望你打电话来分享一下你狼子回头的经历 你可以打来我们的恩典热线就是1872112 九点半之后就会接听你的电话了 现在就已经立即打电话来 刚才我们跟Marvin说 因为他在外国读书 接触一班朋友 开始有吸食大麻的习惯 从此就一步一步去接触这个毒品 其实我想问一下 当你去吸食大麻的时候 那个上瘾的程度深不深的呢 其实戴麻我吸食的程度 我自己觉得挺深的 因为我自己比较容易上瘾 或者是瘾比较强的一个人 所以吸食大麻的时候 我经常有个心忍 什么时候要先吃一支 其实人的身体很容易去吸收这些东西 吸收了之后 越吃就越多 一路一路就越吃 就吃得更多之下 会不会有一种开始不满足的感觉 其实后来有的 因为戴麻都分很多种 最初就吃一些 所谓的 一路一路吃上去 其实后来到一个地步 我改变了 除了吃戴麻之外 我还吃了可卡因 因为那个感受也不同 那个感觉是完全是另一种 Muffin 我工作的关系也知道 有很多种不同的毒品 像戴麻其中一种 可嘉因 可卡因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种 好吗 告诉听众听 其实戴麻和可嘉因 在毒品的毒性方面有什么分别 戴麻呢 不如我讲一讲 我以前有一个原因 为何自己去戒毒 我妈妈带我看一个心理医生 接着她就叫我去医院 她说你去照一下自己的脑子 我说好了 照完之后 其中一个原因为何我戒毒 因为我看着一幅自己脑子的掃描 和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掃描 其实发现 某些部分已经是毁坏了 有些英文叫brain dead 已经是不动的 已经没有反应的 有些就好像植物人那样 好像还有生命 不过就不是很动的 老细胞有一部分就已经死了 另外一部分就变成了植物人那样的反应 接着她就解释给我听 她说你看某一部分的记忆体那边 毁坏得多厉害 其实戴麻就会令到你的记忆体毁坏 就会令到你的人记不了东西 或者有时跟你讲完东西之后 为什么挂了一段时间你忘记了 这个就是你脑子里面的记忆体 另外可卡因的毒性 或者他毁坏到的什么呢 是譬如言语上 譬如情绪上 会很暴躁的 你在那幅图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实那个人 就是我自己的脑子 那一部分是毁坏了的 我想不同的毒品 毁坏了身体的每一部分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老实说 你来自一个挺有钱的家庭 生活也都无忧 又可以去瑞士读书 其实基本上都是有一些 一般人没有的生活 其实都应该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你会走上吸毒这条路呢 我想当时的我 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 譬如是 除了刚才我自己说 我自己的癮 我英文叫addiction 很厉害的 一试了一件事 我觉得好的时候 我就会常常去找这件事 或者想这件事 另外就是我自己觉得 自己感受到一个无形的压力 回家做事 有时候要去就一个人 或者就另外一个人 再去就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有时候去就别人 去做事很辛苦 还有有时候 自己打算设定一些目标给自己 原来人家帮我设定的目标更加高 又去不到那一步 后期我又常常去一些所谓名人的波场 去一些名人的杂志 上完之后 好像个人又飘高了 但去这些地方其实 有些人会是依靠毒品 去一直维持他的party life 所以形成了一帮朋友 那帮朋友全部都是玩这些东西的 那就一起去玩 另外你刚才一起去聊天的时候 你也有说过 其实你就在家族里面的公司里面 其实家人都给你一些压力 都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我又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压力 又给自己一个自己无形的压力 还有家人给的压力 他会希望你每天做得好些 每天做得更加好 因为能不能做到 几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东西 我自己自问就做不了 但是我又真的很想问一下 其实一直一直这样吃下去 我们知道毒品的和害就是 你越吃就越不精神 或者身体会出事 但是为什么你那时候 都会一直这样吃下去呢 因为我要维持自己的精神 反过来维持自己的精神 因为其实可嘉欣这件事 可以帮你去提升你的精神 是的 譬如你是 譬如我早上起床 之前那天都吃了很多毒品的时候 有人比较累 因为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 你睡了几个钟头 你入不了睡眠状态的时候 那你个人就累了 那你累的 通常的人就会什么呢 早上会做一杯咖啡 我又不是的 我就拿一些毒品出来 吃完之后 我就会整个人都醒醒了 嗯 其实听到Marvin也说了 他将毒品作为一个提神的作用 引致到他慢慢一步一步 就陷入了在这个心谷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继续听一下 他怎么可以走出这个困局 当你走到 无力继续下去 当你感到 寂寞困扰空虚 只要相信 神随时扶着你 愿助你解开困惑 抛开同鼻 当你跑到 疲乏难再下去 当你感到 疑惑说我是谁 只要相信 神完全明白你 就让你伸手 接受他心爱你 别害怕他 知你难受 担当愿 弱与困忧 不须再惧怕 耶稣 别拯救 愿你开口 接受 将开你手 担当愿 别害怕他 知你难受 担当愿 弱与困忧 不须再惧怕 耶稣 别拯救 让你一生快乐 展翅高飞 一个全身的你 全身的你 不须再惧怕 当愿 走 愿 他 不须再惧怕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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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受 担当软弱与困有 不须再惧怕 耶稣别拯救 愿你开口接受 张开你手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 担当软弱与困有 不须再惧怕 耶稣别拯救 让你一生快乐 展翅高飞 一个全身的你 欣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车宜 梅浩洲 在星期五的晚上 现在在直播室 仍然是有我 梅浩洲 我们的主持 车宜 和我们今晚的嘉宾 是Marvin 马振年 Marvin 先头都谈过 你吸食这个毒品 越走越深 开始是大麻 然后就去到 可嘉欣 但我们都想知道 在那时候 你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呢 你应该进大学 或者出来工作 你可不可以讲讲 你当时自己的家庭生活 其实 吃大麻的时候 在美国读人书 跟我前妻 还没结婚 那时候也是女朋友 后期不专业 做了一年 出去之后 回到自己家做事 就开始吸食很多可嘉欣 当时其实 自己家庭的生活 都挺开心的 都挺开心的 接着到八九年 我女儿就出世了 我们的女儿出世了 今天她都十二岁 就是十三了 其实我都叫做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叫做祖的父亲 二十七八岁 做个爸爸 那时候都挺惊讶的 挺突然的 知道有了嬷 其实自己 家里是富裕一些 但其实自己有很多 金融 都做得不是那么好 自己管钱管得不好 当时刚才也说 我又要出去玩 又要去波场 又要去这些 要花很多不同的钱 女儿出世 那笔钱更厉害 其实接着我就开始 想去麻醉一下自己 想去麻醉自己 利用了可嘉欣这件事情 太太后来发现了 发现了我吃可嘉欣 她很不开心 你吃了多少年 她才发现 我吃了多少年 其实在回来香港 一段时间 我想都半年左右 半年之后 那她就发现了你 发现了 因为有一次下廁所 我就在吃可嘉欣 她就很生气 很生气 把那包毒品 就冲了到厕所 然后就哭了 就问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 当时 在我心态里面 或者我在我里面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不会再行这件事情 因为她自己 都是一个 儿童心理专家 她就说 给你看心理医生 我就听她说 我听她看心理医生 但是那时候很不智 她说什么呢 一路看医生 一路继续吃毒品 其实 现在今天 回头看 当时的样子 在街上 常常觉得自己 别人不会觉得 但是其实 现在发现 看回以前的相片 就会觉得 你那时候走出街的样子 真的很坏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吸毒的人的样子 又有一些毒的仓 背面又白了 有电梯 很没精神 眼袋 那时候 其实太太 一路在劝我的 戒毒的时候 我就一路 真的没听她说 直至有一次 她 很生气 她知道我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钱 我到毒品那里 她扔我出屋 她说 你不要回家了 帮我收拾了个袋 就扔了我出屋 那我 完全更加 没想过之下 就 哦好了 你扔了我出屋 那我 拿更加多的毒品 租了一家 五星级的酒店 住了三四万 自己 那 后来就回了家 又 对不起 又sorry 所有的东西 就回了家 那段时间 也有反省 又开始反省 其实应该不做这件事 这件事好像 真的毁坏了我家庭 但是 隔了一段时间 不太久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都叫做半戒了 几个月时间 然后又开始 经常出去玩 经常出去泡 又开始碰上这件事 又开始狂 就是狂碰上这个毒品 这个何嘉欣 那时候太太就开始很生气 那他每一次 他回到外国 回到欧洲 回家的时候 他都说 今次做一次 我不会再回来 但是他说了三四次 他也回来 那我心态 喂 你说三四次 你也回来 好像没事 那后来 为什么我会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 我为什么会戒毒 就是在六年前 有一天 我回到家 他真的找搬屋公司 就是搬东西 那些 你家里开始搬东西 就是没有通知你的情况 没有的 就是我回家 那么多人在收拾东西 他说 这张就是 爱飞票 和你的女儿 那么我们会 收拾东西 我们后天就会走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起来呢 这个是你的决定 那么当时 我都没醒的 我很生气 我第一样东西 那你走 你喜欢走 你就走 你没有挽留他 没有挽留过 不是我之前的 哎呀不要啦 你不要走啦 sorry 没有我完全没有挽留 我很生气 但是这次是义真的 义真的 但是我这次还生气 我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对我呢 我现在是 喂 我又吸毒 又这样那样 为什么你不可以 继续留在这里支持我呢 那么我 我闪到这门 我继续走出去 我再去找毒品 嗯 继续吃下去 吃下去 但是我拿着那包毒品的时候 我想 这个东西 现在是毁坏了我整家 毁坏了我整个家 凄离止散 什么都没了 嗯 这东西是否值得我去 继续去 黏住那样东西 那么我把那包毒品掉了之后 那么我都回家 我说 你们后天走 我陪你一起走 嗯 我就送给他们回 回外国 嗯 那么 是的 他们回了外国 那么我回家 就是回来香港 收拾东西 嗯 收拾东西 那么跟着 妈妈就说 不如你 儿子 你 去找 冯先生 你去 基督教德身团教 那里解读 那么就开始了 我解读的 一个历程 可不可以回转头去说回呢 就是你当时呢 每个月花了多少钱 在毒品上面 其实最初时的时间 我想是两三万 一两万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狂 狂在毒品上面 去打滚的时候 我想一个月都花了十几万 但是十几万 就是很多的钱来的 因为可卡因是比较 在毒品来说 最贵的毒品来的 嗯 就是吸食的量 越多呢 其实它一包都不 它的价钱都不便宜的 嗯 那如果平均一天 三四千元 那你三十天 那你十万 十万充点 那么Marvin 这样一个月 如果最高纪录 要成十几万 那当时对你们家的经济 会不会构成一些压力呢 绝对会 所以我后来 其实在后期的时间 我做了很多 就是我想毒品 会带出很多东西 会令到我做很多东西 我完全是不会去想的 嗯 譬如我曾经试过 在自己公司那里 在钻石堆那里 偷了一些钻石 嗯 拿去卖 或者拿去当 但是后来 后期就被公司 有些人发现了 那妈妈就说 不用说了 总之 诚信问题 在公司偷东西 就一定要走 那我就立刻收拾东西 就走了 嗯 那这个是其中一样 那另外就是说 后期有很多朋友 以前 因为吸毒吸得很厉害 那些钱 那些钱方面 要问人家 这个打电话 喂 借住两万人先 借住一万人先 说很多谎话去说 就是说很多谎话去批 对 对 对 这样又 太太不舒服 对 对 那女儿进医院 对 就是用很多借口 去问人家借钱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那一刻去吸毒 这样东西 嗯 那看到Marvin 一直一直 这样 被这个 毒品 去 折磨 直到 他的 妻子 和女儿 都一直 这样 相继 走了 在这个时候 他都感觉到 就是 毒品来说 带给他 有很多 很多 的 和害 永远我竟然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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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 尽一心 多苦痛 愿意 引 为何 被伤透 始终 甘愿 降生 为何 愿意 被 名 中 走 我 宁愿别 去天堂 的快乐 天堂的快乐 珍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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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何愿意被微中走我 宁愿别去天堂的快乐 耶稣定死到时为我 神爱我竟饱受痛楚 自知的观不值得你 欠我如此 得你如此 珍惜我 耶稣定死到时为我 神爱我竟饱受痛楚 自知根本不值得你 欠我如此 得你如此 珍惜我 自知根本不值得你 欠我如此 欠我如此 得你如此 珍惜我 恩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车宜 梅浩洲 时间来到8点46分 继续有我们的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有Marvin在我们当中 刚才他就说到 毒品一路一路 去折磨他 甚至令到他 和家人都分开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 心情是如何 其实在 毒品折磨我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任何东西 因为我想 毒品是真的 真的去 蒙蔽了我 全个人 连你的思想都 蒙蔽了 蒙蔽了 但是 后来 我刚才说 由节目到现在 我说了两样东西 真的令到我 会反省过来 第一就是前妻 和女女走了 离开了香港 第二就是 那位的心理医生 叫我去做一个 电脑掃描的时候 去看一个路 自己毁坏了多少 其实这两样东西 都很吓人 第一样东西 是令到我很不开心的 就是太太 就是前妻和女女走了 这也是很不开心 第二 那幅图是令到我很惊恐 为什么有些东西 可以令到我自己 个人 就是 哇 变成了个什么样 损坏得这么厉害 那时候的 你是否 完全不记得 又或者 判断能力 会出了问题 其实判断能力很差 记得不好 但是最惨的一件事 是个人的性格 很暴躁 暴躁得很厉害 无论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听不入耳 你要跟我解释 我就可以当我跟我吵架 那跟家人那时候的关系是怎样的 其实那时候 我好像蒙蔽了自己 在这个角落头里面 其实家人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妈妈那时候会知道 后来更加公司偷东西 全家都知道自己 其实 为什么去偷东西 所以其实 我都知道 原来他做了什么 那时候 跟家人的关系 又 不好 变成了极差 因为你一偷东西 不只是说你自己 熟悉的家 你还要去 去 周边 二叔 三叔 整个家人的 家族的 明星 或者他的问题 但是 去到那个时刻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醒呢 就是 那两样东西发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醒了 那醒了之后 你打算做什么呢 那一刻 醒了之后 其实 我很感恩 感恩什么呢 我有个 我有一对很好的父母 我这对父母 当时 我想 他们很伤心 很不开心 很伤心 但是他们都 还继续找方法 去帮我 因为 我想 始终我都是他们的儿子 无论 儿子有多衰 或者 跌到多低 他们都会 用尽方法去帮我 那我妈妈就 跟我说 她说 有一个地方 在西贡 叫做 基督教德生团契 那 冯先生 我们叫他做叔叔的 他说 这个人呢 我们认识了20年 你记不记得 那我说 不记得 我没见过这个人 他说 你当然没见过 他说 你在大学读人书的时候 你爸爸就 有一次在星期日档案 看到 阿叔的节目 的program 有关 怎样帮青士年界读呢 他觉得这个人做事很有意义 很有心 就打电话去找他 结果 认识了这个人 他说 当年 你读到大学的时候 你爸爸找了这个人 然后 就 又去帮忙 做义工 行山 他经常叫你去做 但你当时没踩过你爸爸 你记不记得 我完全不记得 他说 你今时今日 你爸爸这个朋友 麻烦你去找他 结果 我就打了第一次电话给阿叔 其实不是我打的 我妈妈先打的 我妈妈先打的 他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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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起去找阿叔 去见一见他 看看你 什么时候 人家肯收你 因为你年纪比较大 现在 青少年教育所 通常都是 二十几岁 我那时候 已经三十四岁 所以 年纪大 他肯不肯收我呢 Marvin 刚才听你这么说 有一种好 有一种好 有趣的感觉 其实当你读大学 那时候 你爸爸 因为一些 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这位阿叔 但当时你爸爸 完全不知道 你是会吸毒 不知道 但是在那时候 其实 会不会好像 很奇妙 已经 真的 为你铺了一条路 我觉得 今天 今天 或者不是今天 一段时间 我觉得神 很奇妙 在怎样铺排我 有一个 不是基督徒 变成 今时今日 是有基督徒 那条路 是怎样行呢 是都 用了颇长 好像 有颇长的路 他铺了给我 当中 你说 有没有起起跌跌 跌得很痛 跌得很辛苦 但是你说 今天 我是不是很开心呢 我今天 我很开心 因为我找回我自己 我找回有自尊 还有我找回 原来这个世界 真是一个神 在上高 在扶持着我们 每一个 还有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 其实 神帮你铺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可能是在仰手 叫你迷他身边 但是 大学的时候 你又不理他 自己可能就花天酒地 去 去 认识朋友 事业 开始进展的时候 又忙 甚至家庭 一直都没有踩到他 反而是去到 人生的最低点 才开始 醒觉 慢慢走到他那里 这就是叫 阿神叫我 越叫越走 我想今天 可以这么说 其实每一个人 去到最低谷的时候 不是一定 很多人说 要靠自己 其实不可以 靠不到自己 你当你最低谷的时候 你唯一的东西 你就可以向上面望 你去祈求神 去帮你 家人的支持 和鼓励 是一定要 但是 这位神 在紧急的时候 他都会用他的 力去帮你 那你就 开始进入 这个德生团契里面 生活 一个 富家子弟 要进入到里面 当初是否适应 我也是一个 比较容易适应的人 但是 初时进入到里面 真的好像 以前去看 看电影 那些鼓励仔 哇 这里有文龙 这里有鳳 这里有大哥 那个是什么 但是 我就见到 这个世界的 另外一边 见到这个世界 除了 我自己 拖起了自己 在那个 好像一只鸵鸟 拖起了自己 在那个人之外 我见到这个世界 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是香港 看起来好像很小 但因为我只是在香港 但我没有见过外面 大埔 粉岭 屯门 很多地方 那些人的生活是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希望呢 这些我完全没见过 但是今次 去到德生团契 六年前的时候 我开始 见到这个 我见到 你刚才问我 用不容易习惯 普通 初时 但是 很有趣 我见到一帮过来人的同工的时候 我感受到 他们和我的 那个 联系 我想 不知道 因为 大家一起吸毒 所以呢 大家有一个很容易去相处的关系 那时候那些同工就是你的导师 对吗 对 他是希望去 改变我 帮助你 去改变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就会用牧师 或者有些社工去开导一些年轻人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过来人是特别可以开导到你呢 因为我想 我们曾经一起 都是做过同一件事 有时候 你要和弟兄聊天 你要去明白他 你要去大家去交心的时候 你都要 就是 说下去 有些不需要说的 因为你已经感觉到 这个就是我想 最重要的一件事 嗯 明白吗 明白 因为他感受过你 感受过的事 是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 看到Marvin 他终于 重新开始 在德声团契里面 去尝试去改变他自己 那我们回来 会继续有他的故事 和大家听这首歌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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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是你爱我 每刻等我 每刻等我ánd自我 每刻等我 悔过 期待我 期望我一天 从头爱 Bash 让我靠你信你 决心改过振作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是你永远爱我 每刻等我悔过 期待我 期望我一天从头埋内 让我靠你信你 决心改过振作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从头两个开始 Starting all over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因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车宜 梅浩洲 来到9点05分的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今天很开心收到 一个油包 里面有一本书 和一张碟 去说回他的见证 其实能够得到这份礼物 我们整个节目的工作人员都很开心 因为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 在听我们做节目 也有回应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很好的见证 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1872112 1872112 无论你想用电话来跟我们谈谈你的见证 或者你想提供一些见证给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也可以 我们的电话是1872112 继续回来谈谈Marvin的故事 他就开始在德生团契里面去解读 德生团契其实就是用福音去解读 在信仰上面 你在里面有了什么经历 其实我小时候就在一些基督教学读书 初时就对这个信仰都很抗拒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危险 经常被人罚抄经 对于我来看 圣经是一样用来罚人的东西 但我去到德生团契的时候 因为里面是一个训练的地方 一个改变人的地方 所以不会有很多电视、kabel 全部都没得看的 里面平时的一些娱乐就是打球 或者是每天看半个小时的新闻 星期日有一齣戏看 在我来说 我不是很喜欢读书 又不喜欢看书 但是在里面有什么可以做呢 太多时间了 太多时间 我就拿起一本的信仰书 第一次拿起一本书 开始看一下 觉得都挺有趣 然后就拿着一本圣经 因为每天我们都会有聚会 会有灵修 不同的时间 那我就开始 不如尝试一下 在圣经上面 当作一个故事书去看 耶稣每一个的神迹 一个故事 当一个故事去看 其实我从新约开始看 因为我觉得 那里我可以找到多些的兴趣 然后又看回 藏世纪 出埃及记 就是调回 那那些 其实听得多都是耶稣的神迹 他的比喻 所以在那里会慢慢开始 在这个信仰上面去学习 但是有什么时候 哪一刻开始这个信仰触动到你呢 其实呢 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弟兄 很多的童工 又拿着一本圣经 又在那里看 又看到一些人毕业 一年之内 怎么改变到 怎么用神的大能 去帮到他们 去改变之后 然后有一次 我就听人家说 你有没有祈祷的 那我祈祷 见你们祈祷就多 自己祈祷真的少 他说 你尝试一下祈祷吧 有时候神会听你说的 那我讹 那接着我开始学习祈祷 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 那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前妻 那封信的内容很长的 都有整五六版纸 那我在那里写 其实是将我所有 这么多年的经历 或者一些心情 或者现在 那时候在德新团契的一些 自己的心情不开心 所有的事情 有多对不起他 做错了事情 我写全部下去 对于我来说 那封信很重要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 写完我就等到信封 就让团契在那里 麻烦你帮我寄了去 又没有留下 然后我每个礼拜那时候 都可以批准我 打一个电话给我女儿 跟我前妻的 十分钟 带我外国 我跟她聊完 第一次 你收到封信没有? 通常记得欧洲的信 都不会很久 最多就是一个星期 第二次 第二个礼拜 你收了没有? 没有 我说 第三个礼拜 收了没有? 都没有 好像石沉大海 那封信 接着我听到同事说 喂 你封信找不到 祈祷 或者有神迹 祈祷 行不行 我开始 每晚 每一早 我都为这件事 祈祷 我同时说 这封信对于我来说 很重要 因为是一个 希望你太太 原谅你的封信 最重要的那件事 是 我没有写照片 不会再写出来 只有一封 我没有留底 什么都没有 其实可不可以留底 其实我如果可以 问团契 他可以 但我那次真的没有 因为我写完 每个月有一群信 寄出去 刚刚寄 我立刻塞下去 喂 寄出去 我这个祈祷 我自己觉得很狠切 狠切祈祈会听 都狠切了 两个多三个月 即是那封信 由你寄去 寄了三个月才寄去 但结果到的 终于都到了 到了 我觉得 在我来看 哇 这个真的是神迹 怎么会寄了三个月呢 应该会石沉大海不近了 是啊 当时我就开始 是不是神迹在听我说话 我跟着阿叔就说 不如这样吧 Muffin 我带你上山 去行山 去露营 整个班 我好 一直在跟我说 信 我说阿叔 你不用说那么多 你想我决志信主 行 没问题 你现在立刻跟我说 我立刻跟你一起 祈祷 去决志信主 因为我经历了 少少的东西 不多的 少少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足够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是有神的 即是很真实的 是 那你那一刻就 就决志去相信耶稣了 是 那之后呢 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 之后呢 我那时候都入去得生日记 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才去完 但是呢 读品这件事呢 其实维持了人的身体 或者心理上 或者在脑子里面 都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我第一次放假 那时候也放假 第一次我妈妈打给叔叔说 他爸爸生日 我想叫Marvin 今晚出来吃饭 明天早上回去了 叔叔说 喂Marvin 你换衣服吧 你待会回家 明天早上回来 吃完餐饭 我第一件事 在脑子里面想的 就是毒品 但那时候我信了主 但是你都戒了半年 那时候九个月了 九个月了 那我第一次 哎 哇 正 出去 立刻充电话 找那些人 然后立刻拿毒品 这个我第一样想到的 不是第一样想到 很开心 回家陪家人 第一样想到 我花几个充电 就拿电话 就去拿毒品 但我就很不明白了 其实你都戒了整九个月了 身体上的人 你应该戒除了 是吧 但是为什么 都会有这样的行动呢 我想是心人 再加上 好像一个未完成的 一个事名 一个mission 好像戒完 但都要放弃去试试 就是当作一个奖赏 对 好像一个奖赏 结果我真的出去 真的打了给那些人 拿了毒品 在爸爸吃过三个餐饭里面 有一个普通的Marvin 走下楼梯 拿完东西 上回来 去完他厕所 走出来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 我从前的吸毒的Marvin Marvin 我想问一下 当时你信了主 刚才说 你再接近一些毒品的时候 当时你的心里面 刚才你说的一路都是想着毒品 其实有没有想过 信仰或者神那方面的东西 之后有 因为我碰到那次毒品之后 我去完厕所走完之后 我很不舒服 我不舒服得很厉害 但是妈妈现在坐下桌 我一坐下桌 妈妈看着我 她就知道 其实我有碰到东西 她说你没事 我说我没事 她又不敢出声 因为很多人一起吃饭 我一回到家 我锁了自己的门 我把那包东西扔到厕所 我觉得真的很不舒服 我扔到厕所 那次我第一次 不是 是第一次 跪在床边哭 祈祷 我跟神说很对不起 我说我信了你 我去再做一次 一些床前的错事 我求他原谅 我说你多给一次机会 我多给一次机会 我这次真的会改 我说这次真的 我自己的好性 或者我一个 没有去想清楚 其实应不应该做的一件事 真是求神给多一次机会 结果我第二天 早上 五晨早 妈妈又转我回德生团契 我回到家 我考虑了半个小时 我会不会走去 跟叔叔和牧师 说一说我昨晚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然后 男人来的 都要走去 面对自己 都要低威的 是坏了就是坏了 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要不然我今天进来这儿做什么 对不对 我走去 我跟叔叔说 叔叔 我失败了 他说我知道 他说等着你过来 跟我说而已 我说什么 神昨晚跟你说 我说不是 你妈妈这次打来的 他说送你回来 他说你昨晚有些异样 有些不太拖 他说 他说你昨晚有吃了 嗯 我再感受到 我妈其实 是有多关心 还有多留意我 嗯 一举一动 嗯 但是这次的你 其实也有一个 小小的改变 以前的你应该是 比较 说很多大话 想用很多方言 去骗人 以至到可以 拿到更多毒品 骗到别人的朋友 去给更多的钱 去买毒品 嗯 但是这次的你 就变得很诚实地 去说你做过的事 我想这就是 神在我身上 做的工作 嗯 嗯 自从那次之后 我想我也没有 说谎 嗯 嗯 就是我真的 在德生团契五六年 我真的慢慢地 一步一步 将以前很多的 恶习 是改变的 但是 怎样改变 我觉得真是用圣经 用神的话 去告诉我 其实神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说 你人最基本有什么 你怎样去 去做一个 诚实的人 一个信神的人 是应该怎样的 你就照那条去做 你就做到一个 很普通的人 嗯 上帝真的很爱 我们每一个 希望你可以从 这首歌里面 都可以感受到 关心研的 这是什么道理 我如此无畏 我毫不美丽 将来中的发觉 被践踏住肤胃 人生仿佛 没存在真体 你何等尊贵 你无比状利 为何你竟选择 写穿江西 来寻找我 我宁愿片下了一切 这是什么的道理 上帝而知 经验尽致陋世上 甘愿为我死 就算我曾躺着泪 恨心放弃自己 然而你屈确 绝不会把我遗弃 超越人间的道理 十家大四 丁因情思 这生从现传奇 在昨天 曾国传望 今天已传望既 重新找到生存勇气 你何等尊贵 你无比状励 为何你竟选择 舍穿江西 来尋找我 宁愿片下了一切 这是什么的努力 上帝而止 经亲临世相 甘愿为我死 就算我曾躺着泪 狠心放弃自己 仍然你屈说 不会把我遗弃 超越人间的道理 十家大四 丁因情思 这生从现传奇 在昨天 曾国传望 今天已传望既 重新找到生存勇气 这世无间的福气 像我如此的悲微 终于可怕亦高悲 任雪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二分 亦都是我们恩典时刻 恩雨之声的时间 在靖国室里面 仍然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Marvin 马振年 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Marvin 先头在休息的时间之前 都提到 你信了耶稣 靠着耶稣 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不好 讲一讲 就是这个改变 对你的家人 特别你爸爸妈妈 他们有没有感受到 或者对他们有没有改变 对你 我想从前的我 在没改变之前 刚才也有提及过 我和家人的关系 不是那么好 我想神里面 除了给回一个健康的身体 给我 给回自尊 自信 他给回一个好的家庭 给我 我爸爸妈妈 他们一直没有 利器过我 我哥哥也是 他都是一直 不断在周边 支持着我 我记得 那在我改变的当中 就是这几年 最初几年 我每一次 在德生团计出来 放假的时候 我妈妈和我爸爸 就会在家等我 我回家吃饭 我都不会怎么出街 不会怎么出街 就是都会和他吃完饭 看电视 然后回到家 但是到后期 有多些假放 有过夜假 有时候我有些朋友 会约我吃饭 当然那些不是吸毒的朋友 是一些以前 一直劝我 不要吸毒的朋友 现在都成为 一些很好的知己 我爸爸会很担心 他说 儿子 你今晚在哪里吃饭 儿子 你今晚几早回来 你当你是中学时代的妈粉 中学他当我是小学的 儿子 你怎么办 然后回到家吃饭 譬如 我说11点 11点05 我11点钟 电话就会开始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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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回家 然后他说 儿子 你好像很大股烟味 很大股酒味 你的眼睛好像很红红 有没有吸毒 我当时 好不开心 好不开心 我用了这么多时间 我在里面 所谓挨 又不是挨 在里面训练了这么久 很努力 很努力 为什么这么多怀疑呢 为什么我出去吃饭 有这么多怀疑呢 妈妈就 跟我说一件事 他说 儿子 我没有问你 因为我不想怀疑你 第二 你爸爸不是怀疑你 你爸爸是无助 他不知道 怎么去再面对 如果你再走回以前那条路 因为他今天 他自己都有个病 如果他再 面对他自己的儿子 再有一次去走这条路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他无助 所以他才问这些东西 后来我就明白到 妈妈跟我说了 说话 其实每一个父亲 每一个母亲 当见到 好像狼子回头 那样的时候 他们那双手 是很 开着去等他回来 很喜悦的 但是当中 他们都有一点担心 但是那个担心 是无助的时候 你要去做错那个 真的要去反省 其实错那个 是你自己 不是你父母 那他现在看到 你有这么大的改变 他们会不会都很安慰 我希望他们很安慰 应该都安慰 应该都会的 应该都会的 我在两年半前 两年半前都受了浸 那天都是 我想在 在这条信仰路里面 其中一天最开心的 因为当天 除了我爸爸妈妈 我哥哥 还有我的叔叔 唐弟弟 唐妹 整家 整家 一起去支持 我们的受浸 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 没有一个基督徒 我妈妈是天主教 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们知道 藉着德生团契 藉着基督教 藉着信仰 是真的改变了 去找回一个狼子 去变回以前的 一个马逊 说完父母之后 我就很想 拔下你的前妻 当你寄了那封信 三个月后 终于到他手上之后 他有没有原谅你 其实他有原谅我 他只是告诉我 他原谅我 后来 但是我 每一年 我去接女儿放假的时候 我都问 不如这样吧 我们从头来过吧 你回来吧 他每次都答我 考虑一下先吧 都是不好 到后期是不好的 后来发现什么呢 原来他在那边找到一个男朋友 那我想 在过来人的经历来说 另外一个新的挫折 对不对 原来前妻不回来 有男朋友 我在里面我有祈祷 我跟神说 神 你是不是在惩罚我呢 或者你当中 你应该怎样去帮我呢 或者我应该是 继续去 祈祷 还是我应该放弃这个信仰呢 因为你 你答应过我 或者我祈祷的东西 你会应允我的 为什么你没有呢 但是我 一直祈祷的时候 我就说 陈好像给了一个讯息 给我 Marvin 这个是一个试炼 这个也都是一个 你要去放手的东西 或者 就是你要走新的一条路 你要去 再去寻找你自己 一个新的方向 那 我结果没有 没有再重蹈覆车 做以前不应该做的东西 而更加去望向前面 就是说 跟前妻的关系挺好 会常常在网上高 或者在电话里聊天 因为我们当中 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儿 我们的女儿 在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 我们怎样在 一个破碎家庭里面 可以将这个女儿 平平安安 在一个正常的生活里面 去令到她成长呢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 得到家人的接纳 你有没有什么说话 想跟他们说的 这个moment又要哭的时候 其实我想 我在之前 都有一些的报导里面 我都曾经说过 不过我想我今次都要藉着这个时间 我是很感恩 有天上父 但我感恩的是我有地上的父母 我这对父母 真的在里面 是不离不弃 从未放弃过我 今天我们再成为一家人 成为一家 我想是蒙神喜悦的人 在里面 我很开心 另外一个 我从未多谢过的 我想我要多谢 就是多谢我哥和我嫂 我哥哥 虽然我和他 好像 我想经过这件事之后 变成 以前不是很多话说 现在变成了挺好的朋友 我嫂更加我要多谢他 因为 每次我女儿回来放假的时候 因为我要上班 我的时间不合 他都会用很多时间去陪他 不会让他自己说 我都回来了 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会闷着 我爸爸要上班 我想 逐渐逐渐 我每一个家人 无论我的二叔 三叔 二宗三宗 或者唐宋唐妹 我们现在这家人 我想 我的感觉 比以前更加的团结 更加亲密 更加亲密 我也真是为这个人感恩 也多谢他们每一个 这么久以来 都真的没有放弃过我 不如在这个时候 代你送一首歌给他们 好 这里就是 叶特朗池的Macy 唱的一首《唯独你》 多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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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诶 李宗盛 心想你知否 是你不捨不弃 叫我相信 爱与真理 令我一生 在爱中燃起 心感激你 爱我心忍念记 识心教导完备 伴我分担你受命 虽困苦不嫌弃 终有心志缘气 决意放下让我飞 这爱心忍受到你 在这世上你为了你 是你不舍得起 叫我相信爱与真理 令我一生在爱中燃起 心感激你 爱我心忍念记 识心教导完备 伴我分担累于受命 虽困苦不嫌弃 终有心志缘气 决意放下让我飞 这爱心忍受到你 在这世上你为了你 过去今天 还有戏心未燃起 不计付出拒绝背包 对待我好关心走到 难准世事 这爱心忍受到你 力气 只忍我使我非 没法解释 爱的傲悲 愿你献得完美 我要一生 换你 送出每段落月碑 借爱的福气 愿之你 用心爱护你 美借你 恩典不进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恩典时刻 星期五 恩典之声 车二 梅浩洲 来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恩典时刻 恩典之声 继续有Marvin在我们的中间 其实呢 刚才听到他说回能够得到家人的接纳 实在是很感动的事 因为很多时候呢 在更生人事的过程里面呢 都可能是很反复的经历 有时会好些 也有时会差些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不顺义的时候 很容易都会回到吸毒的位置 但是就看到Marvin依然都继续很努力地去 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一直带着他去离开毒品 接着来呢 你甚至在更生团契 在德生团契里面呢 有一个工作 希望用过来人的身份 去帮回其他人 其实呢 在德生团契里面呢 我们是不用药物 去帮助他们 其实真的是用福音的 除了福音之外呢 其实有三方面 如何帮助过来人 我们有牧养辅导 就是牧师 传道人 去用信仰帮助他们 有注册的社工 用社工的一些专业的意见 一些专业的培训去帮他们 第三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 比较多的帮助他们的事 就是一帮过量同工 因为一帮过量同工呢 他们会明白多一些 一帮过量级毒的年轻人 他们的心态 因为我们大家都做过 但是你说 我在团契里面 和其他的导师 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呢 我想我之前的经历比他们多 经历是不同的 不是说因为家里的环境 但是家里的环境上 他都给了很多的机会给我 之前 但是为什么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们一帮过量解读 为什么我们没有机会 因为我见到很多年轻人 一帮年轻人 他解读完读出去 他会重蹈覆辙 他会继续去 困回一帮以前的朋友 去再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东西 或者再吸毒 或者甚至没有去运毒 会坐牢 会更加伤自己 更加伤害家人 那我就开始祈祷 我有些什么我自己可以做呢 一个这么微小的人 我怎么可以 上帝你说回来 我有些什么我可以帮这帮人呢 还是我应该离开这里 回家做事 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他们肯信我 继续让我做回以前做的工作 我应该可以称职的 那我应该怎样呢 好有趣 去年我三叔有一天找我 他说Muffin 想让你聊聊天 他说我见到你改变这几年 很开心 他说你以前做采购部这个位置 都挺好 我想你回来做 你意见怎么样 我想我以前的我呢 我第一句说Yes 非常好 我立刻拍手 我立刻回来 络络都络络回来 接着我说 我多谢你 不如你让我考虑一下 好吗 我考虑了一段时间 初时我都 整个人 轻了 整个人好像飘了 这样 好像人家有认同 然後我再想一想 我應不應該走這一步 我跟著謙卑回來 我跟神講 我應該走這一步 神這一步是不是你要我走的呢 然後我發現原來不是 我發現神在當中 鋪了一條很長的路 讓我進去德森團計 去改變 但也鋪了一條路 我就說 Muffin 你用你自己以前的資源 去幫回這一班無知的 或者一班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找一份好功 或者回到學讀書的弟兄 去幫一下他們 你說靠一個人的力量是行不行呢 我就覺得不行 但是神在當中給了很多天使 我所謂的天使 在周邊幫著我 我開始想做一個計劃 叫燃亮計劃 燃亮計劃 我想去燃亮這班弟兄的心 去燃亮怎樣幫回他們 所以我跟阿叔那時候說的 叫燃亮計劃 燃亮計劃裡面 我們就是初時會 比如他進來大概九至十個月 我會給他回教會 為什麼回教會第一條路呢 就是去認識一班新的朋友 去認識一下 除了在村裡面敬拜崇拜之外 在教會的生活是怎麼樣呢 怎麼可以脫離了以前你那班群體 在教會裡面入小組 去慢慢認識一班新的人 不是叫他去認識女生 即是去認識一班新的朋友 令到他發現 除了吸毒 還有其他東西很好玩 那班教會是一班人有關心你的 跟團計裡面的生活差不多 第二步 燃亮計劃 除了回教會之後就是 怎樣去鋪排這班的弟兄 畢業之後 他條路是怎樣走呢 即是再回到他的社會 是的 重入社會怎樣走呢 那我們在這三四年 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們自己的介獨村 就是在西貢的禁區裡面 但是我們在西貢市 建了一個地方叫西貢德生六州 其實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狗的泳池 有一些賣小食的地方 賣一些我們村裡做的手工藝品 還有一些賣盆栽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村裡做出來的 拿出來買的 但是當初可以教一些弟兄 怎樣去服侍這個社會 為什麼要服侍這個社會 因為你欠這個社會太多 你做了很多事情去傷害了自己 傷害了這個社會的人 你今時今日怎樣去有禮貌 用神的力去幫你 去服侍這個社區 西貢的社區 Muffin 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問 先頭不是提到 就說他們這些年輕人或者弟兄 你會介紹他們去教會 你們怎樣介紹他們去教會 指定一些教會介紹他們去 還是你們自己有一個教會 其實我們分開不同區 因為譬如我自己做港島區 我回某間教會 有些同事住屯門 有些住大坡 不同區域 其實同期的時間 弟兄可以回教會 就大約只有10個人 就是一百多人 只有10個人 那一期是回教會的 我們就會分析 譬如你住大坡 就回大坡那些 你住哪裏就回哪裏 但有些他會 有些 request 說 我雖然是住青衣的 不過Muffin 我真的不想回青衣的教會 為什麼呢 我下街又會見回以前的朋友 我想跟你去銅鑼灣 青衣的銅鑼灣是不是很遠 他說也不是的 我帶一程機鐵 就去到中環 所以我們會選擇性 在當中也聽到 Muffin 由他教完讀之後 真的很想以過來人的身份 去幫助一些更新的人士 希望可以重踏到這個社會當中 沒錯 接下來我們每一集的節目 都會有一個恩語大典的時間 聽聽今天陳一明牧師 會有什麼恩語的詞典 去跟我們介紹 恩語大典 我們一起祈禱借飯 然後我們有時聽見有些人說 多謝主賜給我們飲食 但是現在的食物 我們就求煮潔淨 那我有時聽起來 都不知道 說阿門 即是同意 贊成 完全是肯定 還是唯有不出聲 我當然是想煮潔淨的食物 但是為什麼 每次都等東西都放在桌上 才求主結證 那主要怎麼結證呢 是不是派個天使仔來噴消毒劑呢 還是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這一種的祈禱 有時候都是反映人心理的一種的 或者是一種宗教性的習慣 其實這一些 沒有什麼經過思想 我覺得這樣的習慣 是不太好的 其實最重要的結證 還是我們事上 首結心清來跟隨主 吃的東西要結證 去一間好一點的餐館 感動無限 懷抱社會 祝福生命 欣典時刻 星期五 欣語之聲 車二 梅浩洲 剛才我們聽到星期一的節目預告 希望星期一都可以貼著我們的數碼大家台 然後來聽我們的欣典時刻 欣語之聲 剛才說到Marvin接下來 就在德生團契裡 有一個燃亮的事工 剛才說到如何幫助一些年輕人 去重投社會 另外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服務 其實我們透過西貢德生綠洲 給弟兄和外面接觸 還有服務社會之外 其後我們會因應他自己的需要 因為有些弟兄會 有些年紀小 他又想重頭讀書 有些他知道自己讀書不是很厲害 但他又想找份工作做 為什麼我不可以找份正職給他做呢 而不希望他去做一些跟車 或者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去賺錢 所以我過去都用一些不同的 以前的資源 去找一班人 一班有心的社會有心的人 進來我們德生團契去看看 看看他們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當中譬如美心集團 美心集團五三五老闆 他們都進來 他們進來 後來現在 我們這三年都有一個計劃 都是給一班弟兄 去美心集團屬下的MX 去學習做廚房工作的 過去都有三四十人 在這三年來都去過美心工作 現在還有一班在他們做的 另外 因為我們團契自己也有些寵物 所以在寵物方面 他們現在很喜歡寵物美容 又有些不同的店鋪 有些不同的公司 他們都肯招聘我們這班弟兄 所以其實 當中去找一條正確的路 讓他們去走 再加上有一個新的生活 有一個教會的生活 希望真的可以在神裡面 去幫助這班弟兄 去掌管自己的生命 去找回自己的自尊 和一些自信 其實我真的覺得 機會對一班的更新人士 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社會裡面總會有很多的標籤 去標籤了他們 以至到他們不可以再重新來過 是的 所以 都想問Marvin 或者都告訴觀眾聽 聽眾聽 可以知道 你們那個機構 有沒有年齡限制的 其實 其實有的 我進去的時候已經過了年齡 其實 我們大概 我們現在年齡是13歲 上至26至28歲 盡量不會收太大 因為現在 其實讀品是年輕化的 在這個社會 所以 我們是藉著年輕化 因為以前的人濫藥 吸毒 比如 海洛英 那些年紀比較大 但是這10年 8年 吸毒的年紀 比較年輕化了之後 大概 大概那個年紀是由13至28歲 其實你身為一個過來人 可不可以呼籲一下 我們聽眾的朋友 吸毒的禍害在你身上 其實在我自己的經歷裡面 吸毒真的會除了毀壞了自己身體 跟家庭的關係 錢 尊嚴 還有很多很多東西會連帶著 會令到你這個人好像無地之勇 真的可以爽脆一點 好像找個洞要捐 所以其實毒品的禍害是連貫性的 會令到你周邊的朋友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千萬不要去吸毒 另外 我們每一集都會希望 我們的嘉賓 去跟大家分享一句 的聖經金句 Marvin 你有沒有 哪一句你特別深刻的 比較長的 都有 因為我那時候 從九月重啟 其實這句真是他警醒了自己 就是不要緊守 警醒 因為你們仇敵魔鬼 如同跑去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蕩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 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其實這句話 我每一次 每個弟兄畢業 我都會送這句金句給他 是來自聖經的哪一章 《彼得前書》 五章 八至九節 為什麼你覺得對你來說 是這麼深刻的 因為我覺得 譬如自己 在重啟那次的經歷裡面 真的感受到魔鬼的忍誘很厲害 其實這個世界 煙也是一個忍誘 毒品也是一個忍誘 酒也是一個忍誘 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忍誘 其實魔鬼就是 在你最弱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個時候 去握著你 去告訴你 喂 這件事好 但是當你改變了的時候 你依靠神 神就會帶回你走一條正的路 馬文 剛才聽你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聽你說完 我覺得你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你自己也不覺得 就是先由你說到 你改變了 你去找回你的前妻 你都希望你前妻回到你身邊 但是當你發覺你前妻 他說我考慮一下 我遲些先 遲些再發覺你前妻 有個男朋友 我相信這件事 對一個男人來說 都是一個挺痛的時候 但是你竟然在那個時候 你沒有回到接近這個毒品 反而你是靠神的恩典和聖經的話語 繼續撐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 神給你的改變很大 另外我想 其實在他的外型上面 因為現在的Marvin 都是一個很健康 很健康 很健康 很陽光氣息的人 相比起以前 你剛才也曾經說過 你以前是不敢出街 覺得自己的樣子很差 或者有很多毒瘡在身上 然後就是躲躲 其實我想在外型上面 或者在心靈上 你都得著了很大的改變 我沒有得到很多平安 我想神給了我平安 這些絕對是拿不走的 是 很希望今天你聽完這個見證分享之後 你對我們的信仰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最後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問題 可以在節目之後都打電話來 我們有一個關懷熱線 就是3106-4444 由現在直至12點鐘 都會有專人接聽你的電話 下星期一 繼續有我車兒和陳一鳴牧師 主持《恩典時刻恩雨之聲》 最後送一首每一天這首歌給你 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靠著神 去繼續努力出發 拜拜 拜拜 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靠著神 為我倒汗 恳請你讓我可感到平安 年年月月你雙眼也看守我 你永遠也破近幾一天 我自身有谷 难关再不用走错 可以高过 每日天你带领我走过 过云露 可得见你大爱彰显 在我身上从未艰断 每日天你带领我走过 过其路信心不辨 我愿意紧靠耶稣 你永远也不撇下我 你永远也抱紧我 自身有谷 难关再不用走错 可以高过 每日天你带领我走过 过云露 可得见你大爱彰显 在我身上从未艰断 每日天你带领我走过 过其路信心不辨 姐姐唯3 你 innovations 就是 私